最近很火的一个男团选秀节目 偶像练习生已经播出凉气了 这个节目要从一百位练习生中最后选出九位出道 而且选水出道导师说了不算 全由观众投票选出 话锋一耍的韩世花美男 这次最受关注的恐怕就是顶着冰冰滴滴的范澄澄 因为姐姐的关系 大家一开始就对这位18岁的小男生格外关注 不止吃瓜群众关注 练习生们也格外关注 他一出场就有人感叹这个团队好精致哦 然后是节目播出期间 除了导师张艺兴是主咖 就属范澄澄的镜头最多了 即使是一群人的镜头 其他人都模糊了 视线也会因他而清晰 下周要上的快乐大本营也是 遇到片里看 别人的镜头都是一扫而过 唯独他不一样 嘖嘖嘖 不愧是冰冰滴啊 别人要靠抢的镜头 他毫不费力就得到了 这是他的优势 没有办法 羡慕不来的 当冰冰地好是好 但是呢 他也有自己的烦恼 就是免不了一直活在姐姐的光环下 这种有家人光环的小孩 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证明自己 所以他来当练其生 就是想靠自己的能力出道 而不是头顶姐姐光环一辈子 机会是给他了 上期的节目里 团体表演结束 王嘉尔问范澄澄 是不是团队里的rapper 还没等范澄澄反应过来 一旁的Justin连忙帮着点头 哈哈哈哈 皇权富贵还是有点可爱 于是王嘉尔就cue他表现一顿rap 个人solo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表现自己的绝佳机会 这下 不止吃花群众练习生们 连导师的眼睛也在看着他 同门师姐程销更是一张期待脸 准备 起放而 开始 节奏还不错 带着旁边的成员 跟他一起打拍子 rap的好好的 欧阳靖突然出现震惊脸 台下练习生理蔡徐坤也出现不可思议脸 原来他忘词了 欧阳靖解为说可能是太紧张 范澄澄收拾了下 先前准备重新开始 大家又一起跟着他继续进入状态 结果 他再次出现忘词的失误 如果说第一次是因为紧张 那这次真的有点干淡了 镜头给到张艺兴 脸已经严肃到不能再严肃了 一开始满怀膝盖的导师成肖直接表示有点失望 此刻范澄澄也放弃了挣扎 谢谢大家之后就退场下去了 当然他这次的等级评价就只能拿到B了 仅次于Fail of the app 别看在台上酷酷的 一下台就没忍住哭了 还形容这种感觉就像自己种的菜 眼看就要收成了 结果被偷了一样 一边哭还一边说 自己不想一直会说是靠的姐姐 所以才急于想证明自己 算起来他今年6月才到18岁还很小的年纪啊 发美男范澄澄瞬间变成一个自己菜被偷了 又想越委屈忍不住哭嘀嘀的饭太浓 确实没想到在看似冷酷面瘫的脸之下 竟然还隐藏着一颗这么多愁善感的少女心 纵辄就哭哭啼啼 要人安慰要抱抱的 还有网友表示 本来对兵弟无感 看了这段之后莫名对他产生了恋爱 哈哈哈哈 照这个趋势兵弟是很有可能收割一波姐姐粉呢 网友都看得连爱了 范冰冰这个亲姐姐更是看在眼里 第一时间发微博安慰弟弟 用的还是他自己的梗 可见范冰冰肯定是全程都在follow弟弟 中国好姐姐本人了 换个其他人可能失误也就失误了 只要没够淘汰就有机会 下次努力就好 不用去想那么多在乎那么多眼光 范澄澄特殊了一点 哪怕大家都在安慰他 他还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剑 有姐姐的光环是好事也是压力啊 还是那句话 遇待皇冠必成其重